你好 我是李挪亚 欢迎收看今天的老中新闻 Napa Sonoma山林大火 让北加州的空气受到严重污染 悬浮微粒子飘散到弯曲各地 到耳鼻喉科求诊的病患明显增加 医生建议大家减少户外活动 不要到户外跑步 不要做有氧运动 外出最好戴口罩 因为吸入的粉尘会附着在鼻腔内 您可以尝试以不寒点的盐水冲起鼻腔 悬浮粒子会进入肺部影响心肺功能 有慢性肺病和心脏病的长者 哮喘病人 儿童 孕妇都要格外小心 北湾大火浓雾也让南湾遭到波及 Sanacara County公共卫生部门建议民众 紧闭家中门窗 避免户外空气进入室内 同时也避免焚烧 除草 烤肉等等 可能让空气品质更加恶化的活动 儿童 长者和有呼吸道疾病的民众最好尽量待在室内 回顾10月12号 湾区有些地区的悬浮围力浓度大增 空气污染指标达到有爱健康的程度 和北京的空污情形不相上下 有许多学校把学生留在室内 也有学校被迫停课 UC Berkeley研究全球空气污染的物理学教授说 这次的山林大火让湾区民众有机会体验北京市民 忍受空气污染的痛苦 他说空气品质是现在最严重的环境灾害 中国每天都有4400人因为空污死亡 湾区最近遭遇的空气浩劫 正好让大家警觉空污带来的灾难 财经讯息来关心 川普又在推特发文 他说从他当选总统以来 美国股市已经大涨超过两成五 市值增加超过5.2兆美元 川普当选之后 道琼工业指数中涨幅最大的是波音公司 一年狂涨88% 苹果公司涨幅也达到4成3名列第4 SP500指数有12档成分股涨幅超过7成5 不过股市大涨并不是川普的功劳 游戏 机械学习 大数据和物联网崛起 市场大幅扩张 为半导体制造商带来商机 另外美国联准会FED和央行政策 让全球现金汇流充足 目前利率仍然逼近史上最低水准 这也是促进投资人转进股市的利夺原因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李诺亚 我们下次见